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的食一世 今年刚刚是年三十万 希望祝福大家今晚大家团团圆圆一家人 幸幸福地吃一顿饭 今天我是分享港姐 我叫Joy食也是Empower其中一个创办人 和Wsquare平台的创办人之一 今天题目是什么? 水滚靓湯河新年 原来喝湯的文化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香港非常盛行 究竟香港的湯文化有多深? 新年会煮什么美的湯? 是不是真的有益?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右边这张图大家看到已换了另一张照片 如果有看一张post 因为我前天回家喝湯的时候 一顿汤用了猴头菇 栗子 核桃 然后有些裸片 都是一个很清甜的湯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每天 是有没有喝湯的呢? 我也感恩我父母 尤其是我父母说他很喜欢煮湯 无湯不欢 所以基本上我每天都会有湯水喝 我自己觉得很幸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 平日煮什么湯? 又或者隔多久煮一次 又或者我首先问个问题 大家一想起湯 就会觉得有什么形容词出来了 湯的形容词 首先 可能大家一想的 我自己 因为我可问了几个人 一开始 有个幸福的感觉 因为通常都在家裏煮凌糖 尤其是记住 以前放学就说 放学回来喝湯 然后现在收工 记住收工回来喝湯 有湯在煲里面 又或者以前探病 现在没有了 是不是都会拿湯过去? 所以香港很多时候 跟湯有关 跟幸福感很有关系 当然了 一家团圆的时候 湯我觉得也是少不免的 然后再说的 真的会有什么感觉 就是很温暖的感觉 话说昨天是否下雨 那我们其中一个伙伴 就淋得全身濕透了 然后他就说 那一刻他只想喝一碗 一碗热腾腾的湯 冬天特别有感受 当然了 有些很理性的朋友 就跟我说 一喝湯就想起什么呢 滋补、养生 所以大家可能对湯有不同的形容词 不妨在订阅中 或者在Facebook 都打给我看看 究竟大家觉得 湯对你来说 是一件什么的事情 然后 因为要做这个PPT 我找湯有什么歌词 原来 Support Moments 他在2019年 有首歌 《沉回一碗湯》 另外一件事 就是 香港的湯的文化都很深厚 就是大家去吃茶餐厅 是不是一定有碗泥湯 然后去到酒楼吃遗餐的时候 一定中间都有碗湯 或者刺 或者筋 就算你去酒楼喝茶 或者现在很多茶餐厅 都会有什么 一碗碗的炖湯 你可以叫来喝的 我发现很多人喜欢喝一瓶的炖湯 所以香港的湯的文化是非常深的 今天要谈谈南北方 原来喝湯的文化很不一样 你们是饭前喝湯 还是饭后喝湯 我家是前后喝的 我也知道很多朋友 只餐前喝湯 他们来到我家都会发现 为什么餐后也有湯 吃饱了 喝不下了 通常南方人 如果我算是中国 南方人的话 是餐前湯多 然后北方人就是餐后湯 甚至乎南方人 原来有这句句子 我真的未听过 孤陋寡闻 他说 宁可食无菜 不可食无汤 饭前饭后湯 不用开药荒 饭后喝口湯 消食又保健康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自己真的未听过 不过一直以来 南北方对于喝湯的观念很大 南方人尤其是广州一带的地方 就是觉得这是养生 保健的一些湯水 有时候你说喝一下湯 可能未必要去开药 但北方人很多时候 你看到这些湯是什么呢 这是我之前在西安旅行的时候 我喝了一只湯叫胡辣湯 原来在北方也很流行 还有大家也有喝过酸辣湯 通常北方的湯 里面的馅是多些 好像根 是可以吃的 通常是饱吐用多些 所以不是特别用来做什么 養生的用途 所以这也是南北方 一个非常大的差异 好了 票选一下时间 新年我不知道大家 家里有没有习俗 是报湯的 我这里有1,2,3,4,5 先说一下 大家都可以告诉我 你喜欢新年 会不会特别的 如果现在这一刻 你最想喝什么湯 粉国鲫鱼赤小豆扁豆 然后有一个 青鱼猫重拥鸡煲鸡湯 这是另一个学员提供的 然后有这个 杞子享我瘦肉湯 然后有酸菜胡椒猪肚湯 还有这个 杏汁白菜猪肺湯 等等 大家不妨票选一下 为什么我会列这几个湯 原因呢 首先1号湯 粉国鲫鱼赤小豆扁豆 不知为什么 是我逢以前的麻在家里 开年饭的时候 初二一定要到这部湯 其他菜 什么样子是不要紧的 你得盘菜披萨 但是这部湯 是必须要有的 对了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 因为我麻是顺德人 原来这个粉国鲫鱼煮湯 是顺德的名菜 对了 现在才发现 好 我看到有人答三号 好了 二号 就是其中一个 QFIT班的学员 Karen提供的 她在家都会煮这个 又或者什么 华山杞子 響落瘦肉汤 然后四号是什么 为什么我放下去 因为这个潮州汤 来的 就是胡椒猪肚汤 就是我妈就煮一毫 我婆婆就煮四毫 对了 她最难收到猪肚 很好喝的 对了 一四个我都很喜欢喝的 所以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 Empower的创伴 Melissa 就是她说 哇要放猪肺汤 对了 所以猪肚猪肺 虽然这些都是内藏 大家適可而知 好了 我看到朋友就打三 我最喜欢的是一号 是的 四号也很好 不过四号不是常常喝 就是常常适合喝 因为胡椒这种东西 有时候暖胃的感觉 会重很多 夏天喝酒 都很会喝的 我通常会喝两三碗 是的 但是一号就好像 随时随地都喝得比较 就是什么季节都可以喝 不过呢 今天我就不会和大家说 很多配料上的东西 五花八门太多 养生汤的书籍 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相信这里很多人 煲汤比我厉害 我只是会喝汤 好 我都想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都会说 滚汤 老火汤 和燉汤 最大的分别 就是 滚汤大概二十分钟 至一个钟之内 滚一滚去 我们就可以喝一口汤水 老火汤和燉汤 通常以前有一句话 就是 煮三炖四, 煮汤三小时 炖汤四小时 所以老火汤 通常都是一个小时以上 去至三小时 再炖汤 炖汤的材料 通常来说 都会比较矜贵 有些花膠、人參、隔水晶燉 滾湯性質來說會偏寒冷一些 可能很多時候都會用蔬菜湯或者豆腐湯 而老火湯在中醫角度會比較平和一些 而燉湯會比較溫燥 不過中醫師也有說 香港這個天氣真的不適合喝很多燉湯 尤其是冬天很冷的時間 可能兩星期或一個月至兩個月才喝一次至兩次的燉湯 所以這個頻密度也不會說你每天去喝燉湯 或者每個星期去喝燉湯太滋補了 未必很適合 但如果你說我也想了解多些 究竟我的體質合不合 你可以問問你的中醫師 因為我們營養這方面我就不太懂這個 不過如果在另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會看這方面 滾湯通常我們都說好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想喝湯是用來養生 拿去裡面的營養 很多時候怎樣滾好 因為滾湯煮煮煮滾的時間不長 我們的營養素可以留下 因為很多營養都很怕熱的 所以有個火在這裡 如果有一些比較高溫的狀況 維他命C、維他命B這些 它很快就破壞了 那你就拿不到這些營養素 而且除了破壞之外 很多人可能 湯渣是否通常不吃的 我家裡有吃湯渣的 湯渣其實是最多營養 還是在裡面 它不是下了湯水 你想想有些蛋白質可能是雞肉裡面 它裡面的蛋白質未必可以這麼容易釋放出來 所以換句話來講 湯渣的營養成份更多 你如果滾了一會就很浪費 而另外一樣要留意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會煮一些南瓜湯 薯仔湯或者煮蓮藕湯 剛才說的葛湯這些 它裡面的糖分、碳水化合物都非常高 如果你是比較長時間煮它的話 它的糖分就會釋放進湯水裡 變相糖分就會比較高 如果是有血糖偏高問題 要控制血糖的人 就可能要想一下 究竟你喝不可以喝 一碗還是兩碗 千萬不要想太多 另外一樣 我們之前上營養課 有個老師說得很好 如果你不喜歡你老公 你不喜歡你老公很簡單 你可以長期慢性毒藥給她 就是天天煮一煮老火湯 我強調是老火還是豬湯 或者雞這些 大家都知道的 因為老火湯 我們如果尤其是煮一些肉食性的 例如雞湯或者豬骨湯等等 煮豬骨有時以形補形可以補一下腳 然後拿些鈣 記住是沒有的 你不知道煮多少斤豬骨 你才可以拿到丁丁的鈣 絕對不值 脂肪就有的 對了 會比較高油脂性的 那如果你說我本身脂肪高了 內脂又高了 或者你有想減重的朋友 我們喝湯的時候要留意 這一類型的湯真的要少喝 對了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現在都提倡是下素湯 所以我家基本上都是用素湯的 你可以用腰果、合桃這些 替代了一些肉類 它也是很甜的 但是呢 無論我們煮海鮮、肉類、豆類、菇類這些湯水 以及就算是腰果、合桃這些 堅果類 它是高飄零 所以如果大家是有痛風的問題 有尿酸偏高的問題 那你煮這些湯水的時候 真的不要喝太多 因為它裡面 尤其是如果你還用肉的話 它裡面一些飄零 你經過老火湯一定是非常高的 對 這個要小心 那 如果滾湯的時候 是否可能蔬菜、豆類都會多些 那就要留意 可能因為這些 的成分、食材 夾會多些 放在湯水都會令到湯夾高 對 所以如果你血夾偏高的時候 我們喝這些湯都要去留意一下 自己究竟是否真的適合喝 那當然 如果你說湯裡面 很喜歡有些朋友 就喜歡放些金華火腿、陳腎 這些食材業制就會令到什麼呢? 高鹽份 亦都會令到我們的腎臟負擔會高了 同時血壓都會高 所以這些長期老火湯 真的可以令到我們三高狀況出現 這個要留意一下 給大家一些資料 就是消費者委員會和食安中心 在早期也有試過抽取香港的湯去驗一下 就發現平均每一碗湯有720毫克的辣質 那麼世衛是說什麼呢? 成年人 一般的成年人 我沒有說腎功能是正常 就是腎功能正常的話 你都應該少過2000毫克 所以基本上就是三碗湯已經爆飆了 所以留意我們的鹽份攝取會不會過多 而另外 飄零大概100克濃的肉湯 就已經超過150毫克 而正常人是要600-1000毫克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究竟這些是否真的喝湯很有益呢? 我自己也會喝湯 不過我也想叫我爸爸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真的不用每天喝湯 湯是好 不過如果經常喝 很多時候辣的攝取真的會高 脂肪也會高 它已經煮了素湯 已經好一點了 當然了 水呢 我覺得是煲湯的靈魂 真的是靈魂來的 因為它是摺最多的成分 但水究竟靚不靚呢? 這個很關鍵 如果靚水 我們說水滾茶 那些水是否如果專業的操茶師 又或者茶藝師又或者咖啡師 他們的水質的要求很高 就算釀酒 上次聽Tommy說 都是對水質都有他們的要求 所以煲湯是否都需要呢? 所以真的 你說香港的水是否真的很乾淨呢? 你說從水務處出來 我相信是符合標準的 只不過由水務處出來 經過很多的地下水渠 經過你的水箱 再經過你的水管 到你家裡 只是其中一個配件的問題 都已經有完水 不要說這麼長的路程 所以中間有很多疑似污染的地方 有沒有素化劑等等 所以必須要過濾 令到我們的食水 真的會好 然後煲好的食材 才有好的湯 當然 你說 每個家裡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經有過濾 食水的設備 我自己就用什麼呢? E-Spring 為什麼我會選E-Spring 應該不是我選 是我媽媽在15年前已經開始用 即開即任 她有紫外光燈殺菌 當然你說 不用了 我的湯已經煲超過半小時 已經不用殺菌 但最重要的是 她過到160種污染物 包括圓、水銀、素化劑等等的污染物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不是賣花棧、花香 而是真的有NSF 認證一個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 連消委會或是WHO世衛 都是看NSF的標準 來看食水的認證 全機拿了6張的NSF認證 所以對我來說 很有信心和很安全 因為這鍋湯是給社家人喝的 當然要安全 還要天天喝 這就是一些提示 怎樣煲一些漂亮的湯 當然 希望接下來 我們都會繼續 可以做一些煲的 做不同菜式的活動 不要說教 我們來做示範 一起吃東西 當然希望農曆年之後 我見現在好像已經放寬了晚市 希望食肆捱得住 當然 我們除了實體之外 我們最希望實體 可能接下來會有直播 做什麼呢? 直播做教這些攀任示範 到時我們有消息再通知大家 新年如果大家 我真的吃了很多東西 我餐餐都很飽 我整天都在做節 和朋友也吃多了 大家都不妨去聽聽我們接下來的簽體工作坊 2月19日我們會開始到新一期 每個各個不同的大碼 都會慢慢跌到中碼 甚至細碼 但最重要是逆轉三高 如果已經有糖尿 血壓的問題等等 都可以慢慢減弱 甚至停弱 如果你有興趣了解 雖然我們簡介會已經過了 都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看我們會不會再加開簡介會 或者是直接報名 可以問你朋友 拿回多些資訊 是的 今天我們就到這裡了 大家還沒Like Empower的話 歡迎大家快點讚好 追蹤 當然我們有應用程式 最後就是祝大家 我們新年進步 牛年大吉 牛鑽乾坤 以及身體健康 八毒不侵 我們就新年後見 拜拜